作者 尔雅 由质地有声制作 第二百四十七集 阴与天 林烨火喷了一辈子的包子 惊骇地张着嘴 苏良嘴角微微地动了动 死蠢 军营里的蛇颈肉包外面吃不到的 林烨火白他 接着啃包子 这包子是蛮香的 嗯 你来干嘛 你不是在军营吗 来拿点东西 自己来 你不是大将军吗 过几天就出征了 林烨火微微皱眉 歪着头看他 出征 你要去墨碑打仗啊 不是 只是把军营往外围弄 开封附近人太多了 林烨火点头 见邹良还站在窗口没走 不解地看到 给你点东西 哎 你又要干什么坏事 邹良突然笑了 他笑着看林烨火 林烨火惊得差点又被包子噎着了 邹良可不常笑 偶尔挑挑嘴角也是冷笑 要是嘲笑 今天不知道是不是心情特别好 竟然咧着嘴笑 邹良从身后提出一样东西来 放到了林烨火的被子上 林烨火低头一看 就见是一只肥嘟嘟的小狗仔 林烨火一惊 张大了嘴 双眼移不开啊 他是行家 这狗虽然现在还刚刚断奶的样子 但是精神好 品相超好 另外那小狗看着特拽特神奇 也不叫 歪着头看林烨火 军营那一只大狗跟狼生的 可能狼胃太重 别的狗都欺负他 不适合养在军营里 前几天断奶了 可以吃肉了 这样啊 你要吗 林烨火伸手轻轻揉了揉那只小胖狗 这狗似乎还挺享受的 趴着 依旧扭着头瞄他 面无表情的样子 林烨火突然笑出了声 这你马是邹良他兄弟吧 表情真像 笑什么 跟你这么像呢 林烨火抱着小狗忍不住笑 邹良嘴角抽了抽 就要抢回来 不要还我 要的 我的了啊 林烨火赶紧将小狗藏起来 邹良微微扬扬眉 这时 外头有官兵叫邹良 将军 都准备好了 邹良点点头 转身走了 林烨火抱着小狗趴在窗口看 邹良快步出了院子 他是左翼将军 估计是带兵去远点的地方驻扎了 回来拿点衣服 林烨火正发呆 就感觉手上的包子被抢走了 低头看 小狗叼着他没吃完的半个包子 林烨火拖着下巴 看着小狗吃包子 然后戳戳他的耳朵 叫你什么好呢 对啊 你怎么不叫啊 别的小狗可过躁了 小狗瞧瞧他 那根拖在身后的尾巴翘起来 晃了晃继续吃包子 依然没有叫 林烨火眯起眼睛 挑起两片嘴角 就叫哑巴吧 林烨火说完 摸了摸小狗的脑袋 小狗吃完了包子 斜着眼睛瞧着林烨火 林烨火揪住他一只耳朵 捏了捏 哎 你那是什么眼神啊 小狗突然转过身 抱住林烨火的手 你不是还没吃饱吧 只是小狗没咬林烨火 而是抱着他的手 趴下轻轻地舔了起来 林烨火随即安静下来 感受着手心湿润又温柔的触感 轻轻叹了口气 摸了摸小狗的脑袋 我不开心的那么明显吗 门口上了马的邹良 扬起脸看了看阴沉沉的天色 发呆 将军 副将见他不走 就叫了他一声 邹良回过神 轻轻一甩马缰绳 走了 雨依旧是兮兮兮兮的下 天尊和殷侯 就听到院子里红九娘 他们几个叽叽喳喳的吵闹声 都快赶上鸟叫了 为什么那几个姑娘 说了六十几年的话 还有那么多话可以说 天尊正在洗脸 听到殷侯的话笑了笑 这问题实在无解 殷侯坐了起来 身上只穿了一件黑色的长袍 黑色的长发披在身后 眉眼之间是一股 多年不变的妖邪之感 天尊看了看他 走过去 盯着他的头发 看了良久 其实我很早就想问你一件事 殷侯伸手拽着外袍穿衣服 听他问就仰起脸看他 问什么 你当年被万剑穿心 为什么没死啊 江湖人都说 你是不死之身的妖怪 当真 你觉得呢 殷侯笑了 脸上的邪气更渗了几分 天尊站起身 找了把梳子梳头 我很小的时候呢 就觉得你是个妖怪 猫妖啊 妖王也说你是妖 可颠覆日与月 只可惜你无心权位 殷侯下床 整理好外袍 淡淡一笑 伸手轻轻撩起 天尊身后一把银丝一样的长发 你才是妖 我是鬼 说完 殷侯拿根发带随便扎了头发 大摇大摆出去了 天尊梳梳好了头发 看着往外走的殷侯 莫名想起了很多很多过去的事情 他已经很久没想起那时候的事了 果然 于天容易让人回忆过去吗 同样因为因于天而困惑的 还有展昭 展昭醒过来的时候 白玉堂没在了 那半边床空荡荡的 展昭身手摸了摸冰凉的枕头 发呆 今天天没亮 白玉堂就起来了 展昭睁开眼睛看他 白玉堂坐在床边 长发垂在一侧 低一声跟他说话 今天现空岛有一批贵重的货物要来 我到渡口去接一下 展昭点了点头 白玉堂站起来似乎想走 又似乎有些犹豫 回头看展昭 展昭躺在床上 见他似乎有些疑惑 就看着他 白玉堂盯着他看了一会儿 随后笑了笑 手轻轻摸他额头 温热的手让展昭忽然想起了 昨天那微凉的触感 有一些愣神 天亮我带早饭来给你 说完 白玉堂拿着刀出门了 于是展昭就这么躺着 一直到天亮 他一直在想 昨晚上是不是干了什么奇怪的事情 现在回想起来 莫名有些不真实 昨晚上喝多了还是做梦呢 只有那微凉的触感还在 等众人都吃好早饭 包大人也到了院子里 准备研究一下 今日如何调查的时候 才发现展昭呢 猫猫还没起来吗 他早饭都没有吃 殷猴也有些纳闷 就和天尊还有小四子他们 到展昭的院子里去找 刚进院门 就见展昭站在院子里 仰着脸望灰蒙蒙的天 于是 众人也都仰着脸看天空 除了灰暗一些 没什么问题啊 猫猫 看什么呀 小四子跑过去抱住展昭腿 仰着脸看他 展昭低头看了看小四子 又看了看天 这会儿算天亮了吧 众人面面相觑 公孙上来摸展昭额头 这是发烧了 不过展昭身体好得很 他只是疑惑 白玉堂说 天亮带早饭来给他 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来 天亮很久了 天尊发现白玉堂不在 展昭又有些奇怪 就有点纳闷 玉堂呢 这俩不是半嘴了吧 玉堂天不亮去码头 接现空岛的货物了 说天亮就回来 还说会带早饭来 天尊皱眉 也扬起脸看天 可能是忘了吧 众人都看了看他 随后一起摇头 白玉堂把展昭的早饭 忘了 这事情绝对不可能发生的 我去码头看看 展昭说完 出门了 天尊和殷侯对视了一眼 似乎有些不太对劲 爹爹 拜拜会不会迷路了 小四子仰着脸问公孙 也有些担心 公孙有些哭笑不得 心说白玉堂又不是天尊 可是以白玉堂的性格 又不像是没交代的人 展昭到了码头 发现码头还挺热闹的 上货卸货的人很多 他找了半天 也没找到现空岛的船 这时几个码头干活的工人 都认出了展昭 跟他打招呼 陈大人这么早就出来办啊 大叔 你们什么时候来的 天不亮又来了呀 我们每天就干一个后半夜 和一个上午 下午就没人卸货了 今早现空岛的船来了吗 来了来了 早走了 天不亮第一趟 搬的就是现空岛的货 那你们看见白玉堂了吗 五爷 没看见呢 现空岛的人也找他呢 说是说好了他来接货的 不过没来所以只好自己将货物运去筹庄了 回来之后他们也问我们五爷有没有来 我们说没看见 他们就说可能忙着呢 就先回现空岛去了 展昭此时脑袋空空 白玉堂竟然连码头都没到 那他去哪儿了 是什么货啊 送去哪里呀 都是筹缎 应该是送去筹庄的 大叔刚想指给展昭看 但是展昭已经不见了 哦 展大人会飞啊 质地有声 专注精品声音制作 我 是 我 我 谢谢观看